今天我们跟该跟大家聊聊这个人生观了啊 诸子百家的九流十家的人生观 当然这个人生观呢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在讲这个诸子百家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哲学思想解析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聊过很多 就是其实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的人生观了 对比如一毛不拔就是一个人生观 对不对啊 比如说奸爱天下对吧 比如说这个这个天下为公啊 这些其实都是人生观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就是跟个人有关系的 那我们要讲因为诸子百家最精彩的一个篇章 就是他们的政治观点 还有社会观点 最这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的自己活着 这自己为什么活着 就是大家如何理解生命 大家如何理解天命啊 大家如何理解鬼神 这些部分其实也是诸子百家特别特别精彩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开始 这是我们诸子百家应该是倒数第二期啊 应该是倒数第二期的专题了 我们的哲学这个专题 基本就讲完了人生观 基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先从庄子讲起 我们还是先从道家啊 先说起 道家比较比较 这是这是万物之本啊 这是所有诸子百家之本啊 所以我们从隐世讲起 我话说这个庄子的老婆死了 对一开始就是一个特别悲惨的故事 死了以后呢 会师啊 我们之前说了会师就是嫉妒庄子 担心庄子啊 抢他的 抢他的嘴里叼老鼠啊 那个会师 会师是名家啊 也叫会子 但是会子 没有什么 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 在至少就是现在传世的 没有没有听说说会子有什么著作 所以但是会子 在很多的其他的这个 这个诸子百家的书里都有提及 尤其是庄子里头提的最多 庄子里头会子就有点像是 这个这个乌马子啊 有点就有点老是这个庄子的辩手啊 就是他老跟他这个开玩笑 老跟他这个辩论 然后最后他总是输的那一方 这就是庄子 哎 庄子里老提到会子 就是这个会子啊 因为他跟庄子关系不错 对吧 虽然他有点稍稍有点担心庄子 抢他的名头 因为名家名家要认识 要做官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庄子啊 他就这个不是这个会子啊 就去看 这个庄子跟会子之间 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辩论 这个辩论是什么呢 就是你是不是鱼啊 你是你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我啊 鱼的快乐啊 就这个特别有名的 就是俩人站桥上 然后往水底下看 看那是河水特别的清 然后看底下有好多鱼在那游 然后庄子说呀 你瞧瞧这些鱼啊 你瞧这些鱼 这些鱼游起来非常的从容 这就是鱼的快乐呀 哎 会子呢 就想抬一杠啊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想抬一杠玩 他在 因为这是庄子书里出现的会子 所以这个会子特别想抬一杠 会子说 子非鱼 胭之鱼之乐 安安之鱼之乐 就是说你又不是鱼 你哪知道 这个鱼的快乐 哎 庄子说这个 哎 你又不是我 哎 子非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鱼的快乐 哎 会子一拍大腿 说对吗 对吗 我又不是你 我当然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是鱼 你当然也不知道 鱼快不快乐 这庄子吧 想了想 他说不对 他说不对 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一开始你就问我 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安之鱼之乐 你哪知道鱼的快乐 你哪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就在此时此地 啊 this moment 啊 我就是知道 hey little moment 啊 我就在这桥上 我就知道 这鱼快乐 这种辩论 在庄子里头 庄子跟惠子 干了好多 啊 他变了好多 天天在那变这个 这个惠子 就是 如安之鱼乐 如安之鱼乐 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想一想 庄子这句话的变白 其实是一个诡辩 这不 这就是一个 对大型 抬杠现场 这就是一诡辩 他说 如安之鱼之乐 如安之鱼 当什么讲 你怎么知道 鱼之乐的 对吗 但是庄子回答他什么 hey little moment 我就是在此时此地 在这个桥上知道的 那他回答的是什么 庄子其实回答的是 我从哪知道的 我从这里知道的 所以庄子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诡辩 这是一个文不对题 他根本就没回答 他那个问题 对吗 但是庄子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 你别看他是道家的 那大哲学家 大思想家 他的态度 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什么叫什么态度 就是你别管我 为什么 因为我的事 无为嘛 对吧 谁也别管我 咱们相忘于江湖 所有的人都管好自己 这社会就没有事了 天下就没有事了 没有事的天下 就是最好的天下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 用不着你来插手 你不用知道我怎么想 所以这就是庄子 他的态度 就是我干什么 跟你没关系 啊 就是你 我的人生 是我的人生 其实庄子 知不知道自己是诡辩 他一个九流十家的代表人物 他能不知道 他回答的问题 是文不对题的吗 而且你说庄子 他真的知道鱼是很快乐的吗 这我看也未必 对吧 所以鱼啊 调鱼出游从容 是鱼之乐也 这是他的原文啊 这句话 不过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自己当时很快乐 对吗 所以他说调鱼出游从容 这个出游从容 他因为他自己心情比较好 所以他看见这个鱼好 所以他就说鱼也很快乐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怡情啊 这叫做怡情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当然我们说惠子 惠子叫这个劲 也是不应该 这明显 这是一个什么 这不明显 这是一个抒发情感 对吧 但是惠子就是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不想这个输给这个庄子 他就想这个倒一下 我就跟你杠一下 你怎么知道鱼啊 快乐不快 所以庄子的意思 这其实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他只是一个生活态度 比较有情趣的生活态度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一看 那惠子这个人 那反而他其实问错了 他不应该问这句话 被人诡辩了 咱还得怪他 你不应该问这个话 你是煞风景那个人 所以庄子就是要强子多礼 他要表明那态度就是什么呀 那那那那 人活着吗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来来来 臭小子啊 好不好吃啊 好吃老爸天天煮给你吃 开心就好 对吧 所有的东西开心就好 为什么要开心 我怎么才能开心 我因为什么开心 别问我 别问 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 要问 你不应该问我 你应该问你自己 所以庄子的人生哲学 就是什么呀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你管我干嘛 所以我们说回庄子死老婆这件事 惠子过来吊丧 一进他们家愣了 看这个庄子啊 正以一种极其傲慢 极其难拿的姿势 坐在这个床上 草席上 然后 左手拿着一瓦罐 右手拿着一勺 一边敲那个瓦罐 一边那唱歌呢 哎呀 这个惠子 就是懵逼啊 以为进错门了 重新又换了个姿势 再进一次 发现情景还是一样呢 于是这个惠子就忍不住 我们不禁要问 说这个 你这个老婆 跟了你也一辈子了 给你生儿育女 就是 就说无功吧 这没有功劳 有苦劳吧 现在 你老婆他人 不幸去世 你也不在这哭 你已经是不尽人情了 你居然还在这唱卡罗K 你说你唱就完了 你还有伴奏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庄子看了他一眼说 这个 不是的啦 不是的啦 你看啊 他刚去世的时候 我特别的悲痛 哎呀 我特别悲痛 但是呢 我悲痛着悲痛啊 我就开始琢磨这事 可是我琢磨一会儿 我就笑 我琢磨出啥来了呢 就是说呀 一个人的生命 从无到有 对吧 咱们从没有 然后来到这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吧 从无到有 从生到死 那那你说这生老病死 他不就跟春夏秋冬一样吗 所以我现在看见他 安安静静的躺在天地之间 踏踏实实的在这睡着了 你说我要是在他边上 鬼哭狼嚎 那我是不是不太懂生命的真谛呀 哎呀 这个惠子想怼 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怼 于是这个时候 只要露出微笑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庄子是看透了死亡的 至少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是看透了死亡 当然不管你 你是真的看透了还是假的 只要你自己认为你看透了 其实你就看透了 对吧 那你就不惧死了 所以看透了死亡 也就看透了人生了 对吧 所以这又是对杨珠 那个理念的继承 杨珠说什么 杨珠说天下万物 虽然生态各异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天下万物绝对相同的 就是什么呀 一死 就唯有一死 是完全相同的 活十年也是死 活一百年也是死 圣人 仁者 也要死 恶棍 傻瓜 也得死 活着的时候是尧顺 这样的皇帝 死了以后是什么呀 是一堆福骨 是一堆骨头 活着的时候是 这个杰昼 商昼王 这样的昏君 死了以后是什么 死了以后也是福骨 那请问 福骨跟福骨 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 商昼跟尧顺 又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杨珠 他说的是什么呀 人人平等 但这个人人平等 比较残酷 死亡面前 人人平等 对吧 那你想想 道家一脉相承 到了庄子这儿 我们很容易就推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既然要死 那既然我们都得死 那你纠结什么呀 你纠结 你纠结说 有人死在我前面了 所以我得难过一下 有人死在我后边了 所以我得高兴 你高兴不了了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那既然难免一死 那我们纠结什么呀 这都是要死的 这就是规律啊 对吧 你早晚你也得面对这事 他死 你也得死 所以 那就没有什么可纠结了 该干什么 干什么 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所以呢 这就是庄子的逻辑 那我老婆死了 那我可以哭 我也可以笑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当然我高兴 我就乐意唱歌 我就唱歌 我死了也一样 你想干什么 跟我也没有关系 你想哭 你想笑 你想怎么着 因为我的人生 跟你没关系 你的人生 也跟我没关系 人生只属于自己 所以咱们就各顾各的就完了 哎 但是这里头就产生了一个哲学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到底是 为什么呀 既然世界万物都要死 最终走到的那个尽头都是死 那为什么我们要活 对吧 那既然是我们的哲学 既然他们都是哲学家 那他们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 杨猪说人为什么要活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活 他说既然有了生命 那就 这不是我们选的 对吧 我们是被逼活着 所以我们只能活着 而且我们还得好好的活着 且去当生 西皇死后 就是什么呀 就是 这就是你的任务 知道吧 这就是你的任务 你的任务就是来活着的 所以你就活好你的每一天 你别管死了以后怎么样 死了以后就不是你的任务了 你任务完成了 所以人生一场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叫好好活着 先秦的这些诸子百家 他们对人为什么要活着 就衍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理论 所以我们先看看儒家的理论 我们先看看孟子的理论 孟子想活 孟子说活 什么叫好好活着 什么叫好 孟子说好好活着 你得当个大丈夫 呆叫不 不是不是那呆叫不 大丈夫 什么是大丈夫 不怨天不由人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这话你都不用我说 对吧 你都能背 贫贱也不能移民 不是 就是对 就是大概就这意思 就是 不怨天不由人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大丈夫 孟子是不是大丈夫 先说他自己是不是大丈夫 是啊 绝对是大丈夫 那我还得说那个倒霉的齐宣王 齐宣王有一次派人来啊 找孟子 说这个寡人啊 原本想去看望先生的 可是寡人有急啊 哎 寡人 不是寡人有急 寡人感冒了啊 不能见风 如果说寡人能过来看看我 哎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这个先生能过来看看寡人 寡人一高兴 寡人就上朝了 哎 不知道寡人能不能看见先生 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因为请老师嘛 对不对啊 你这大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过来啊 就说我有病啊 但是呢 我又放不下架子 我过来 孟子马上就回答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碰巧 臣也不能见风啊 臣也不能吹风 其实孟子没有病 而且在这个使者到来之前 他原本是准备动身 要去见那个齐宣王的 但是你看突然 这个人过来 齐宣王说我去不了了 啊 你能不能过来看看我来 孟子马上说不行 我也有病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尿性 哎不是 这个就叫大丈夫啊 他的直觉告诉他什么呀 齐宣王是脱脊已招 就借口生病来招见他 这样不行啊 我的力身不正啊 你招见我 咱又不是做贼呢 你凭什么 你说你病了 你过来看看我 所以孟子的解释什么 孟子说 这世界上啊 有三个东西特别重要 第一个是 爵位特别的重要 第二是年龄特别的重要 第三个就是道德特别的重要 他必然是 他毕竟是这个儒家 对吧 道德非常重要 他说爵位在什么地方重要呢 爵位在朝廷里头特别的重要 对吧 你朝廷就是看 谁的爵位高 谁的官是高 谁的官是低 对不对啊 年龄在什么地方呢 在村里 哎 村里就是什么 以长者为尊 哎 村里就是说 谁年纪大 哎 谁在乡里头 谁就尊敬 要平治天下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道德 所以他说呀 哪怕你是贵为国君 你要是想学习东西 你也得什么呀 不耻下问 你也得登门来求教 你一点这个学习的啊 这个这个诚意都没有 凭什么我去找你 哪有随随便便说啊 我找你给我出出主意啊 我找你过来这个有德之士 你过来给我讲讲来 结果这个你把我呼来唤去 这不是有道德 这不行 哎 所以孟子宁可你脱脊一招 没关系 我就宁可装病 我也绝对不去 就是有这尿性啊 大丈夫 孟子跟孔子一样 他也想游说诸侯 对吧 他也有他的使命感 但是他同时认为 就是他得有一个营销方法 你不能说你游说诸侯 游说诸侯 这个人家不听啊 对吧 人家不听 所以孟子的营销方法是什么 不要把这些家伙放在眼里 啊 要搞这个饥饿营销 啊 傲气就像卖奢侈品一样 知道吧 你现在你进LV店里 或者进爱马仕店里头 你问他 哎 这个姑娘 请问这叫谁姑娘呢 就是这得是这样啊 你得说大人则秒之啊 忽视其微微然 就是 我 我不是 睡睡大人 这个 我游说这大人 我就藐视他 我拿鼻子眼看他 忽视其微微然 就我都不看你 你摆什么谱 我都不理你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什么呀 他认为他是有资本的 他的资本什么 他的资本就是儒教的人德 儒家的人德 对吧 就是我是有我的人德的 哎 你们你是 你是大夫 你有你的爵位 但是我有我的正义 所以我有人德 我有正义 你有什么 你只有个爵位 对不对 你只有个身份 哎 所以哪个更重要 那要我说还是身份 不是 那当然还是人德更重要了 所以那你想想 按照孟子的想法 那我又不比他们少什么 甚至我远远高于 高这个高高在上 哎 我说我要藐视他们 所以你看他的姿态就是什么呀 我办一个培训班啊 我办一个培训班 我这个培训班里这个学员啊 都是各国的君主啊 都是各国的这个君王 但是呢 我可不求你们来上课啊 想来上我这个课 那你得有点 你得有两把刷子 你得有点诚意 齐宣王 梁慧王 这就是孟子能看得上你 人才教你 对吧 但是梁慧王的儿子啊 湘王 看不上啊 看不上啊 说这个姑娘 这个这个包多少钱 哼 啊 出去啊 就这个 就是 他为什么他不给这个 他不给这个湘王啊 他不给这个梁湘王 他说我我我看不上你 他说啊 望之不似人君 哎 看起来就不像当皇上的料 所以对于这类 烂泥扶不上墙的 孟子的说法是什么呀 我都不屑于教育他啊 我不屑于教育他 本身就是在教育他 看见没有 就是本身就是这样 那 就算是像 齐宣王 梁慧王这种 就孟子觉得说 哎 他够点格啊 说这两个如此可教育 但是 这里都是有规矩的 对不对啊 感谢胡萌萌的大肥筋啊 感谢胡萌萌的大肥筋 这里都是有规矩的 儒家讲的是什么呀 礼乐呀 对吗 所以就算是 你 哎 我看得上你 你也不能跟我平起平坐 对不对啊 孟子曾经借孔子 那个孙子子思的嘴 他曾经说过 他说什么呀 论地位 你是君 我是臣 哎 是 我哪敢跟你交朋友啊 对不对啊 但是论道德 你是图 我是师 你又怎么配 能跟我做朋友 所以 即便是我认可了你 咱俩也不能是朋友 咱俩永远要保持尊卑 哎 儒家的傲骨啊 尿性 这就是尿性 所以尿性 就是儒是 那儒家是人的气节 所以 人不可有傲气 但是不能无傲骨 对吧 有傲气则骄人 无傲骨则媚人 你回去拍马屁 不骄不媚 这在孟子的那个眼里头 这叫呆叫不 啊 这叫大丈夫 啊 那怎么才能成为说 我 哎呀 那我要让这个孟子 这个老头 能看上我 那我得努力啊 那这个 怎么怎么才能努力呢 怎么才能说 这个变成这个大丈夫呢 哎 孟子给你出了一个招 很简单 养浩然之气 啊 啊 就是什么 就是好气 啊 好气 充容胸中 这个人就可以称为美人 充实之为美 如果说还能放出万丈光芒 那就是大人啊 大人相对就是小人 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 这是大人 如果这个光辉还能辐射到别人 还能暖化别人 还能感化别人 那就是什么 那你就是孔子那样的圣人 大而化之之为圣 如果这种感化和影响 还是不知不觉的 啊 还是还是就是你感觉不到我在教育你 然后你就被教育了 那就是神人 圣而不可知之为神 就是已经神了 美大圣神 这就是孟子提出的 想成为 想有浩然之气 就是说你人格修养呢 你要四个境界 美大圣神 哎 这是四个阶段 打怪升级 从美就能升成大 从大就能升成圣 从圣就能升成神 啊 要不断的打怪升级 境界是需要提升的 也是可以提升的 但是 你只要提升了 你只要有这个想法 你说我现在要朝着这个美大圣神 啊 这个目标去前进了 那么 孟子已经能看上你了 宝贝恭喜你 你已经在孟子的心里头 已经有浩然之气了 孟子就会这个以他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你 那就是说呢 兄弟 啊 不是兄弟啊 你他跟你不能成为兄弟啊 朋友 朋友啊 请问你的胸中装着天下吗 你是不是以正义为担当啊 哎 你有没有志大志刚 志正志强 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成为顶天立地男子汉的报复呢 哎 你说呢 我当然有了 要不然我为什么朝着美人 朝着大人 朝着圣人 朝着神人去努力 这个时候孟子才能 哎 转过脸来跟你说上两句话 啊 原来你有点钱啊 不卖 当然 作为这样的人 你就不能够 你就必须得心胸磊落 光明坦荡 对吧 任何的时候 你都要敢直言 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我也没有什么 所以孟子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什么呀 所向披靡啊 就后边就有人说 孟子是不是彪啊 这咋啥都说呀 对 孟子就是所向披靡 嘴里没有把门 他看你缺点 他直接就说了 因为他 他觉得 这 这 我看得上你 对不对啊 所以有一次 孟子到这个齐国啊 某地去视察去 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官 叫恐惧心 然后 恐惧心 孟子就问 如果 手下的战士 就问这恐惧心 一天之内 失职了三次 请问大夫 您会开除他吗 恐惧心说 那不能 等不到三次 我就不在这开了 孟子说 可是大夫 您已经超过三次了 因为跪地的灾民和难民 老弱 暴失荒野 轻壮流离失所 已尽千人 您都不止说 已经超过三次失败了 恐惧心说 这个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孟子说 那替别人放牛羊 你却找不到牧场和水草 你是该把牛羊还回去呢 还是你要看着这个牛羊 饿死呢 恐惧心这个时候突然明白了 他说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是巨星的罪过 孟子回到国都 就跟这个齐宣王说 王的地方官啊 就是你的这个地方官啊 臣已经认识了五个 知道有自己罪过的 只有恐惧心一人 齐宣王上道啊 齐宣王你想想 这孟子能看上他呀 所以齐宣王 哎突然一下特别上道 他说 哎呀 你说的是 但这也是寡人的罪过 所以 这就是孟子 他直接就说了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呢 我就直接说啊 所以齐宣王也特别的上道 那孟子 可以说 行侠仗义 对吧 这个 敢说敢话啊 直接就说 墨子又是怎么做的 墨子装身弄滚 啊 但是咱们不能这么说 墨子装身弄滚 因为墨子本身 他是巨子啊 对吧 他墨家的这个门派 他本身就是那种 他就是上童的门派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而且墨子 可能真的是信鬼神的 因为为了证明鬼神是存在的 墨子曾经讲了大篇幅的活人见鬼的故事 结果呢 却让墨子自己狼狈不堪 为什么这个墨家学派反而是第一个消失的 对不对啊 所以让他狼狈不堪 比如说举一例子 有一次墨子病了 然后有一个叫跌鼻啊 跌鼻就是跌倒鼻子啊 磕的鼻子 跌鼻啊 他过来问这个质疑 说哎呀 说这个老师 您怎么会生病呢 您怎么可以生病呢 哎 这言外之意就是什么 世人就会生病 但是就你墨子得不了病 为什么 因为墨子之前说过呀 他说鬼神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谁要是实行奸爱 谁要是做好事 鬼神就奖赏了 让他走运 谁要是不奸爱 谁要是做坏事 那么鬼神就要惩罚他 让他倒霉 生病就是鬼神的惩罚 有人说墨子为什么要坚持这玩意儿 为什么 因为不是说了吗 他是反儒家的 对吧 他的立场首先是反儒家的 儒家是仁爱 是亲亲之爱 是咱们是亲戚 所以咱们爱 这是有血缘 这个原因的 咱们可以导出血缘的这个原因来 但是奸爱 我要爱那路边上的这个一米七五的身高大美妞 对不对 这我爱他 我爱得着吗 我爱得着 这为什么我要爱他 是因为必须得奸爱 但奸爱是没有道理的 我跟他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我怎么跟他奸爱 我怎么跟他奸爱 他又不让我奸 我怎么办 所以墨子用这种理论 那就是只能什么 那咱们就搬出鬼神 谁要是做好事 那谁要是奸爱了他人 那鬼神就奖赏你 谁要是不奸爱 那鬼神就惩罚你 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 然后来让大家奸爱 所以这爹鼻问的这个话 就是什么呀 说先生你不是圣人吗 对吗 你天天说奸爱 天天说奸爱 那你怎么会生病 那鬼神是不是在惩罚你啊 先生的言行是有什么不对 还是这鬼神瞎了眼啊 墨子当时非常的尴尬 哎呀 非常尴尬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于是呢 他就对这个爹鼻说呀 我这个生病啊 不能证明什么 啊 一个人生病啊 原因有很多 你比如说这个天气变化呀 工作太劳碌啊 啊 加班太多呀 这个饮食不调啊 吃青菜吃的太多呀 等等等等等等 他说这个好有一笔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好有一笔 这就好比一栋房子 有一百个门 哎 你只关了其中一扇 那你说要有一个贼过来偷你家 那他从那九十九扇 哪个不能进来呀 所以哎 这就是他的 但是你一听你也知道 这也是一个诡辩 对吗 这也是一个 这逻辑上 他出了错误了 你生病 不是鬼神的惩罚 那么请问谁生病 是鬼神的惩罚呀 对吗 或者说啊 张三生病 就是工作太累 感谢七个七个 恰恰恰恰恰的大火箭 感谢恰恰恰恰的大火箭 那张三生病是因为工作太累 你最近吃菜吃太多 张三病了 那李四生病了 就是因为李四没干好事 然后鬼神惩罚他了 这里头的因果关系 请问老师怎么证明 何况咱说能证明 又能怎么样 如果你按照这样的逻辑 那一个人的性或者不性 那可能有上百个原因 对不对 鬼神的惩罚 或者是奖赏 那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呀 那既然如此 请问鬼神又有什么可怕的 这话吧 莫子问的哑口无言 他说那什么 今儿天不错 哎呀 为师最近感冒了 这个嘴里没有味 你去弄点粥 给弄点肉松 给这个为师 润润喉 你脱了吗 不是 你这个去弄点粥去 然后你给为师润喉 只好打岔 把这个话给打过去 但是在莫子看来 确实是人不怕鬼 这事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 莫子这个曾经说啊 他说在现在天下之所以大乱 为什么 归根结底 因为人们不信鬼神 他们不相信鬼神这个东西 是赏贤罚报的 哎就是说这个 你做好事奖上你 然后你做坏事 他那个惩罚你 他如果相信的话 那怎么会这么没有底线 胡作非为啊 对吧 这样同样经不起推敲 你比如说警察 警察是要抓坏人的 那难道这世界上 因为犯罪分子 不相信世界上有警察 然后警察都不抓他了吗 那不可能啊 对吧 同样世界上如果真有鬼神 那他会管你信不信吗 他也不会啊 所以那为什么我要信他 这鬼神他管我 我不信他 鬼神不管我了 警察不一定是别人相信才起作用的 对吧 你犯事警察就过来抓你 那鬼神也是一样啊 所以莫子讲鬼神 逻辑上就没通 那他为什么又要讲鬼神 这鬼神很简单 就是为了行义啊 行义就行义 你为什么要提鬼神 因为行义或者奸爱这件事情太难了 没来由的让我去爱一个其他人 让我去帮一个其他人 让我谁都爱 这事实在太难了 在逻辑上根本就不通 对不对啊 所以莫子心里非常清楚 实际上已经有人劝他 你不要多管闲事 那人说啊 说现在普天之下都不行义 对不对啊 普天之下都不行义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自讨古之 不如啊 算了吧 莫子说啊 比如说一家人有石口 一家有石口 一个人种地 九个人闲着 那唯一那个种地的 他能不拼命吗 万事莫贵于义 我不做 谁做呀 很有使命感 就我一人看明白了 所以我得拯救万民于水火 可惜以此为使命的 只有莫家的门派 只有莫子和他莫子的学生 云云众生 包括大小贵族 也大家都只能靠鬼神来约束 因为别人都不知道是行义 是什么理由啊 所以只能跟他们说 有鬼神啊 有人在做 天在看 不信 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只能用这种方法 来威慑大家 所以莫子特别喜欢跟人家讲鬼神 哎呀 你要做好事啊 你不做好事 那是惩罚你 官员知道有鬼神 哎 这是莫子理解啊 官员要知道有鬼神 那他就不敢不连结 他也不敢玩乎之手了 那民众要是知道有鬼神 那就不敢不守法 哎 不敢这个这个出去 这个淫乱啊 啊 这个偷偷窃啊 那不会了 净神怕鬼 这就是他给统治者们啊 想出来的一个好办法 治国家立万民之道 哎 你就让大家姓鬼神吧 姓鬼神 大家就对这 但是鬼神这东西 可靠吗 啊 就是说这个鬼神这个东西 他靠得住吗 他真的能赏贤罚吗 罚不了啊 对吗 这不可靠啊 你比如说莫子本人 莫子本人 虽然一直在跟劝人大家说 这个姓鬼神 姓鬼神啊 对吧 但是他没有得了什么好处 他跟他的学生 过的是最苦的日子 他们的那个行义啊 孤苦无缘 对吧 莫家是自己的组织形式 一个巨子 很多门生 然后人见了不相助 鬼见了不帮忙 过的是这个原始乌托邦 那这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 乌托邦社会 比如说这个乌玛子 乌玛子是什么 在莫子里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莫家 莫子 这个 这莫家 虚构了这么一个儒生 叫乌玛子 就虚构的 然后在莫子里头呢 就是写一些跟乌玛子的对话 来博导儒家 比如说这个乌玛子 他就提出过一个质疑 乌玛子说 先生做那些义事 人不见而住 鬼不见而富 先生还做个没完没了的 先生您不会是脑子有病吧 莫子这个时候还得诡辩一下 他得辩一下 他说 这个那我问一下 我反问一下 说假设 乌先生您 您手底有俩助理 一个看见先生 过来了 然后他才忙着 然后看不见的时候 他就跟他玩游戏 他有一老板见 他就跟他玩游戏 聊QQ 刷朋友圈 另一个呢 他看见先生也做事 看不见先生也做事 先生在不在 他都跟先生做 不是 他都给先生做事 那么请问 乌先生 您更器重哪一位助理 这乌玛子说 那当然是 我看得见 看不见 他都跟我做的那个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那肯定是后一个 我更看重 莫子说 对 那就对了 先生您也有病 您这个病 是也器重 那个有病的人 对不对 因为那个人 就是我 你看得见 我看不见 我都在做事 所以你看 你也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你看见没有 你也喜欢36亿的 你也喜欢 最后挑了那凶大的 所以您也有病 那既然一个助理 不管主人 看没看着他 那么他都要努力做事 那么一个心中 充满正义的人 他的行义 这件事情 需要鬼神看见吗 也不需要吧 这就是莫子给自己的 这个找出来的 这个理论支持 所以你可见 莫子的鬼神论 他其实是什么呀 他其实是震慑不义之人的 对吗 当不得真 所以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出发点是好的 希望大家都尖爱 希望大家都行义 所以即便说莫子装身弄鬼 这事我们也应该尊敬的 毕竟那是两千多年前 对吧 至于莫子自己的人生观 那就是什么呀 万事莫贵于义 所以他身体力行 孜孜不倦 不惜奋斗终身 他救宋的那个故事 上上期我们讲过的救宋 宋人都不知道 宋国都不知道 说这怎么就被这个救了 他想入宋城 宋城都不让他进 这不进 这为什么义不容辞 批孔 批孔是义无反顾 对不对啊 所以 作为一个正义的人 这就是莫子的人生态度 那我们再来看看 孔子 莫子讲鬼神 孔子在这一点上 跟莫子还真的有一点点相似 孔子讲的是什么 天命 孔子经常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对吧 他还说过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哎 前一句是直接说的 后一句是紫夏说的 但是紫夏说 这是他老师说的 所以我们就当成 这是孔子说的 至于鬼神 至于鬼神 孔子的态度是 敬鬼神而远之 其实就是不信 他不信鬼神 但是他信的 这个 这个鬼神 我们说的不是说是 那个真的是那神鬼啊 孔子也信 从某种程度上也信 他信命 哎 这就跟莫子不太一样 所以莫子就要质疑一下孔子 莫子说什么 说你信命 我信鬼神 命这个东西 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是懒人的主张 为什么 暴君和懒人的主张 因为暴君倒台 懒汉受穷 他一定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 他只会说 我的命不好 我的过错都赖老天爷 对吧 都赖这个命 所以莫子就说 如果你赞成天命论 那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智 老百姓不从事 大家都消极代工 这样的话 因为我的命嘛 对吧 这都是我的命 我再努力 我的命也是个农民 我还努力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比我有钱的都比我努力 可是不努力 好舒服呀 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完了 足以丧天下 所以莫子说 孔子的这个想法必须批判 但其实这是孔子的想法吗 或多或少有一点歪曲 有一点误解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明知道不能做 明知道做不赢 但是为什么还去做 对吧 明知不可做 他还要去做 那他怎么是消极代工 他不会消极代工 对吧 但是孔子为什么要讲天命 因为孔子他周游列国 他要去游说这些军王 对吧 他要让他们听话 所以孔子要给自己的这个行为 找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什么 这个理由就是命 他说这个命 哎 这就是我命里该有的东西 我就是命里 我就是来这个教育你们的 我就是来这个拯救世人的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有一次被困在匡 哎 这匡在哪 这不知道啊 只是有可能在今天河南的这个长远县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孔子说呀 我们被困在这了 有没有危险 就看天命 如果天命在我 那匡人啊 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天命在他那里还真在 哎 孔子逻辑是什么呀 文王去世了 对吧 周游王去世了 但是文明还是传承下来了 可见天命 不打算让文明这个东西灭亡 更何况 如果说上天不想要这个文明了 他怎么又会让我洞悉这一切呢 当然这是他自己认为的 哎 后来孔子果然从匡这个地方脱险了 所以你看天命在不在他这 类似的话 孔子还说过一次 也是周游列国的时候 就孔子跑到宋国去 然后这个宋国有一个 这个司马横腿啊 司马横腿 司马圆腿 司马横腿啊 司马横腿吧 忘了 这个要杀他啊 然后这个这个 孔子就说呀 天父恐求使命 说你这个横腿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看天命 他特别特别的信这个天命 他认为天命就是什么呀 就是赋予他的那个使命 因为上天没有把这个天命 没有把这文明灭绝啊 还让我知道了这些东西 所以天命就是我的使命 传播这些天命 那就是我的使命 所以主张天命 就是孔子的人生观 他非常的有使命感 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自己认为 这就是传承文明 把它发扬光大 其次才是什么 平治天下 那先传承下去 第一个使命 不用说了 那朱子百家里头 还有比孔子做的更成功的吗 没有了 对吧 到今儿 他还成功着呢 但是第二种 很抱歉 到今儿咱也没看见 咱没看见这个说平治天下 当然啊 新中国做到了 这个我们的新中国 因为因为这个 我们的这个社会理论 有它的真理性 有它的必然性 所以这个做到了 但是在过去的这个新中国之前 那没有朝代能做到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个解释 那为什么说 第一个你是成功了 但是第二个 你说你要平治天下 你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哎 所以这个必须要找一个 说法 哎 说法就是什么 说法又是天命 啊 又是这 这也是天命 啊 就是说这个某年啊 有一个名叫龚伯辽的人 然后他在 这个 鲁国的那个 那个执政者啊 这个 继孙 啊 他在那儿 诽谤子路 然后出卖孔子 说这个 子路啊 这人不地道 把他老师都出卖 哎 于是这有人就愤愤不平啊 说这个咱们应该弄死这个 龚伯辽 让他报尸街头 孔子说 干嘛 别激动 别激动啊 别激动 我的主张能够实现吗 听天由命 哎 我的主张不能实现吗 也听天由命 所以 杀不杀这个龚伯辽 没有任何意义 哎 这就叫什么呀 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 啊 就是 到底是怎么怎么回事 啊 到底说说怎么 他该不该死 怎么弄死 命也 啊 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 哎 都都是命 这都是天命论的一部分 所以 但是这这有人说 那这是不是宿命论 他是不是相信自私的基因啊 不不不是啊 天命是使命 不是宿命 使命这些东西 是你主观上要义无反顾的 你对结果就不能抱幻想 知道吧 你抱了幻想 你就得更加义无反顾 所以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做 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任何人都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 问题在于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做 这时候你就俩选择 一种是选择能做的 一种是选择你该做的 选择能做的 那你就要看结果 看厉害 对吧 有好处 哎 就能成功 那咱们就 咱们就做 对不对啊 但是没好处会失败 那就不做 所以选择应该做的 这要看过程 要看道义 只要是道义所在 那就义无反顾的去做 全心全意就做 尽心尽力就去做 至于成不成功 那是老天爷的事 所以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听天由命 哎 有人说 对 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听天由命 可见 听天由命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 在后世 外如内法 是这么的好用 因为天命这个东西 不是说让你不努力 恰恰相反 你相信孔子这一套 你必须要更加的努力 对不对啊 更加的负责任 而且你还不能问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你只要耕耘就好了 因为这是你的天命 这是你该做的事 不要看结果 只要看过程 你老老实实的活完这一辈子 老老实实的耕完你这一辈子的地 老老实实的交完你这一辈子的税 这就是过程 哎 这就好了 这就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所以 儒家虽然主张有为 但是他不主张有求 他不主张人民要这个结果 这是咱们的命啊 对吧 老百姓 这咱们就这么平头老百姓 咱们就是命啊 咱们就只要干活就好了 有为 哎 有为而无求 这才是外儒的核心理念 所以 儒 儒家 外儒这个概念 是什么呀 你不要抱任何幻想 随遇而安 但这就是你的命 但如果你真能随遇而安 那也就无所谓 命不命了 对吧 怕的是什么呀 遇而不安 这个时候才要讲天命 命里有 不拒绝 哎 命里没 不在乎 该干什么 还干什么 该怎么办 怎么办 反正正着反正 成事在人 不是 对成事在天 谋事在人 哎 就反正就是你 不要反抗 不要反抗 老老实实的活着你的 这就是一种人生态度 那按照这种态度 行义 道德 严格要求自己 这是你的本分 这是你的责任 对吧 至于你的主张能不能推行 主义能不能弘扬 理想能不能实现 我们要听老天爷的 所以就算有所求 那咱也要问心无愧 对吧 所以不如所愿 但求心安 哎 这跟莫子又不一样 对吧 这跟莫子完全不一样啊 莫子跟韩非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功利 他们非常功利的 对吧 他们是非常实用的 莫子认为啊 那我既然要做事 那我就必须得成功啊 那不成功 我做他干嘛呀 那我图什么呀 但是不能成功 咱们怎么办 莫子有他的办法 那咱们就请鬼神帮忙吧 所以莫家把结果交给了鬼神 孔子把命运交给了天命 所以一个讲天命 一个讲鬼神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俩到底谁说的对啊 那我们哥现在看呢 肯定谁说的不对啊 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人否定他们了 庄子就说 谁说的也不对 真正那功利的人是庄子 孔和莫很不同 对吧 就是这我们从表面上看 孔子跟莫子 这确实 儒家和莫家确实不一样 莫子信鬼神 不信天命 孔子信这个天命 不信鬼神 但不管是你信哪种 你都是要干嘛 都是要做事 也都是要有用 对不对啊 所以孔子说 那我又不是那个 没有嚷的那个苦葫芦瓜 哪能只挂起来看不吃啊 对吧 就是你还是要做事 但是庄子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无为才是最好的 就没用才是最好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庄子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姓石的木匠 带着徒弟跑到齐国去 路上看见一棵大树 然后那棵树啊 特别的大 特别特别大 树干粗上百尺 树尖跟那山一样高 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围观啊 看啊 然后就跟赶集一样都在里面看 结果这个 这个这木匠啊 这就我们叫他将石 姓石的木匠啊 看了以后 哼 不屑一顾 这徒弟看不懂啊 说师父 你哼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将石说 看什么看 没用 这棵树没用 木质疏松 啥不然上都做不了 什么这个器物都做不了 就这个 这个话让这个树听见了 晚上啊 这个将石睡觉 这树就过来托梦 那么粗的树啊 就过来托梦 讲鬼神嘛 对不对 树就说啊 说姓石的 你白天是不是站在底下 站在树底下 你说我没用来着 你是不是哼 我来着啊 这个将石说 对啊 啊 我就我就哼了 怎么办 树说 哼 这算你实抬举 我他妈要有用 能活到今天吗 啊 想想也是 他要真有用 他早被砍了 所以庄子的意思是什么 不求有用 也不求有名 但求活着就有DPS 所以他甚至在庄子里的假借老子说 你们管我叫牛 哎 我就跟着你们管我自己叫牛 你们管我叫马 那我就跟着你们管我叫马 哎 那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反正我活我的 你活你的 我到底是什么 也不用你管 这样的庄子 他当然也不想做官 对不对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庄子这个做过这个盟地啊 的一个七元使 但是这个七元使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是在七元这个地方 这不是七元利啊 七元利 就是说这个 这是在七元这个地方的小利 还是说住 他这个这个利是管那个七数园子的 这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这故事我们之前讲了 就是楚王 楚威王要拜他啊 说过来过来 你给我当官来吧 结果他跟那钓鱼啊 跟那钓鱼 然后结果楚国两个大夫来了 说这个 哎 我们像我们大王啊 我们这个大王 想请您出山弄啊 做这个做这个大官啊 然后庄子问他 说听说你们那个楚威王 有一个神龟啊 死了三千年了 说你们这个大王特别的喜欢 把他供奉起来啊 这两个楚国大夫说 有有有这么回事 庄子说 那请问这个乌龟 他是宁愿死了以后 这骨头享受荣华富贵 还是宁愿活着 拖着尾巴在泥里打滚啊 哎 两个大夫大夫说 这个那还用问吗 那肯定是活着呀 对吧 庄子说 那二位你们可以走了 哎 我呀 你就留我继续在这 这个打滚吧 啊 你就继续在打滚吧 所以他不愿意 这个围观 他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 自由 对吧 就完全 这就是隐世的那个哲学 他不是隐世哲学家吗 他认为自由 才是人生的价值 也是生命的价值 他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你看看这个马 他说马的这个蹄子 可以踏双血 毛可以欲风寒 饿了就吃草 渴了就喝水 高兴了草原上撒昏 这就是真性情啊 此马之真性 也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啊 这样的生活 自给自足 对吧 自己这个 自己扛 自己当替 自己治疗 哎 自己DPS 想刷什么本 就刷什么本 永远单刷这个大副本 团队本 这样的生活 这才叫真实 这才叫自由 可是有一天啊 碰着一人 来了一叫伯乐的 说自己会训马 哎呀 看上他了 又是给他盯马掌 又是给他套缰绳 然后这匹马 已经就死了三分之一了 对吧 然后这伯乐说得了 我要训你 你给我 利中 去不 走 让你那是走 另行禁止 然后最后把这马训的 服服帖帖 这样的话 这马就已经死了二分之一了 死了一半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马现在又不真实 又不自由了 对吧 他还能单刷团队 什么刷不了了 啊 因为他现在只有DPS了 所以就算这匹马 得了比赛的冠军 他又是 他又是什么呀 他不快乐 所以庄子说 这就是什么呀 伯乐之罪 那么庄子认为 就是说人应该怎么活着啊 率性啊 不穿衣服 不是 率性 秉承天赋 顺其自然 人辱负重 顺其自然 所以调教 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 你比如说鹰 鹰这东西就应该在天上飞 对吧 鱼 鱼这东西就应该在水里游 这就是最真实的 也是最自由的 真实而自由 就是最快乐 所以那乌龟拖着尾巴 在泥里打滚 猪圈在那个猪里 不是 那个猪在那猪圈里 那哼啊 这都是快乐的 相反 你要是让他过上人类 给他规定好的日子 那就非常的痛苦 就说猪 庄子又举了一个例子 那咱们就说说猪 说有一头猪 他被光荣的选为了 祭祀的牺牲 祭祀 宰猪 这样的猪啊 通常待遇都非常的高 但是这个猪啊 特别的郁闷 于是啊 有一位主管祭祀的官员 衣冠楚楚的 跑到这个猪圈 给这个猪啊 做思想工作 不要那么不高兴 要不不好吃了 这官员就说 猪啊 你说你干嘛那么怕死呢 从今天开始 我会好好的喂养你三个月 未来这三个月 你想吃吃想喝喝 啥事不往心里割 宰杀之前 我会十天上戒 三天作斋 很隆重 你死的时候 我会在你的身子下面 铺上洁白的草 然后你的前腿和后腿 都会庄重的放在最好的盘子里头 然后我还给你叼上好几朵花 还给你插在你的腿上 你看看怎么样 这猪不说话 当然不说话了 为什么不说话 因为不怎么样 啊 猪真正 如果你真的想让这猪快乐 其实特别简单 猪就应该留在圈里头吃糠 哪怕这特别难吃 糟糠 因为这他才是想要的 对吧 所以庄子说什么呀 活着 你就得有真实 你就得自由 对吧 这道理猪都明白 可惜啊 很多人 却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 不惜扭曲自己的天性 然后做不想做的事 他们就不想想 所谓的生前富贵 死后哀荣 不就是 身子下面铺着白草 前腿后腿 插上花放在盘子里面 这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所以庄子得出一个结论 做官的 连他们猪都不如 啊 还有鸟 他说有一只海鸟 飞到了鲁国 鲁国国君啊 特别心想 哎呀 这么漂亮的鸟 来我们这做客 啊 然后这个鲁国国君 又是设酒宴 又是奏音乐 生怕把这个鸟给怠慢了 结果怎么样 那个鸟不吃不喝 三天就给吓死了 那么请问 这是爱鸟呢 还是害鸟呢 哎 当然是害鸟 因为这不是他想过的生活 对吧 所以啊 野鸡宁肯走十步 才吃一口石 走一百步 才喝一口水 他也不愿意 关在笼子里 当什么鸡王 若为自由雇 草鞋走山路 嗯 所以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这些当官呢 不如鸡 哎不是 就这些追求什么 还不贵的 不如鸡 啊 你连鸡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你不明白 哎 所以问题不在苦不苦 问题不在你的生活好不好 问题在于哪 问题在于真实不真实 自由不自由 对吧 所以你强迫别人过苦日子 这事不对 但是你强迫别人过那个好日子 这也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也不对 所以这就叫做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甚欲 亦勿施于人 那你别 你别逼我 就是说你这个 你你你 你逼我过苦日子 那不行 那我不干啊 你逼我过好日子 你你也别逼我 我未必 我也干 对吧 所以 当然啊 前一句是孔子说的 后一句没有人明确说过 对吧 但是从庄子和庄子学派里头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逻辑推远 推演出来的这个结论 对不对啊 所以事实上 当他们对那个世俗的追求 嗤之以鼻的时候 他们也想明白了两个道理 实际上什么最可贵啊 什么最有价值啊 生命啊 什么最可贵就是生命的 什么东西最有价值 就是自由 对吧 生命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哎 若为恋爱故 也不是 若为这个字 不说了啊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对吧 但是生命的价值 在于生命是必须 它得是自由的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 真实自由的活着 这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的人生态度 这也是他留给我们后世 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遗产 这个我们今天呢 就先聊到这儿啊 若有人民命 哪怕骗人 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儿啊 我们下一期呢 就是我们我们的哲学的最后一期了啊 就最后一期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专题呢 是他们的哲学啊 他们的我们要讲一讲古希腊哲学 但是这古希腊哲学 并不接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哲学 我们下一个专题 因为还有其他的规划啊 我们还有还有几个专题 还没有给大家提上日程 而且呢 想先给大家把十字军讲了 再讲他们的哲学 这样可能大家更加的容易理解啊 所以今天的专题 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控制一下节奏 下期就是我们 下期有可能不是最后一期 但也可能就是 肯定是到了第二期了啊 就我们现在不知道 这个一期能不能讲完 这个 那么不管你是在哪个平台 再听我们的专题啊 再听我们的回播 希望你多留言 多点赞 多留言 多留言 多点赞 然后让我知道你们还都活着 不要那么抠 我们把时间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 哦 嗯 我们前来的 Architect